这两天的报纸都是联主会的消息 虽然一次升息两码已经是22年来最大的升息幅度 但没关系,符合预期市场就先涨再说 不过,反弹还能延续多久? 台股就此吃下定心完了吗? 那就进入今天的DJ有事嘛 一开始还是从美股切入 大家熟悉的金融大叔Barry看联主会的退后声明 直接点出了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通红还是联主会最关心的 不过货币工具没有办法解决供给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评论认为 让经济降温甚至衰退是必要的手段 接下来几个季度看到制造业扩张数据开始收缩 消费者支出放缓,这个都是难免的 不过短线利空出尽酝酿的反弹 接下来还是要面临上方重重的技术均线反压 反弹空间不要过度期待 投资人要留意的是资金板块的挪移 除了要持续避开本梦比的个股之外 估值过高的防御型股票 像是公共事业,不动产等的建议不要再追价了 反倒是跌深的大型科技股 如脸书Meta,苹果可以关注 旅游消费的酒店,航空,观光业 有回档还是可以留意 如果美股的跌是可以喘口气 台股应该也有机会打出短底 刚好未来一两周 台股的事件还有法术会也是大爆炸 特别是已经被投资人 气首一季以上的科技股 先从上游所起 Intel跟高通接下来都有新产品 跟未来趋势展望的发表会 逐渐记者是预期 Intel还是会强调AI跟车用的布局 高通有可能会发表 旗舰晶片Plus的升级版 大家不知道还有我们印象 之前三星手机过热的消息 后来证实跟晶片的关联度很大 这个也让高通的对手联发客 吃下了不少高阶手机的试战 高通这次晶片的升级版 采用的是台积电4奈比的制程 除了效能高出一成之外 最主要还是要解决晶片过热的问题 想要回方失手的高阶市场 能不能符合市场的期待 对高通跟联发客两个阵营的气势 会有很大的影响 台湾的半导体 接下来两周也不会寂寞 高价股的系列KY13号要举办法说了 因为它在中国的比重很高 中国风控的影响有多大 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有没有可能短线冲击之后 第三季客户强劲回补 前年还能维持两到三成的成长目标 就等经营团队对外适宜了 USB阵营领头羊的祥朔 月中也有对外的活动 这是公司第一次举办 类似的新品发表会 要讲的是USB4.0 这个产品第二季已经开始送样了 年底有机会量产 特别的是 祥朔的USB4.0这个产品 是同类型的商品当中 少数也支援Intel Thunderbolt这个界面的 未来会锁定高阶的市场 预料也会得到Intel比较多的支援 鸿海下星期也要开法说了 也是中国风控的影响 主线记者是认为 第二季的营收大概跟去年同期持平 但未比第一季下滑 法说会比较大的亮点 还是在车用布局的相关讯息 目前公司除了已经对外公布的客户之外 还有欧洲跟印度的客户洽谈当中 希望今年内会有一些相关的成果对外公布 明年开始整车制造会有逐步的实质贡献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追问跟Apple Car之间的暧昧关系 有没有一些明朗 这个对鸿海集团相关各股的车用布局 都会有非常非常关键的影响 主线堂一页达也要开法说了 主线记者是认为 今年笔电出货下修是很难避免的 但公司有三成多的营收是来自于伺服器 这部分的需求还是很强 只是长短料的问题持续存在 可能会影响今年整体的成长目标 其余电子股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法说会 还有IPC大厂的化汉 网通厂商的奇机 miniLED设备厂的惠特 其中化汉跟奇机第二季的营收 也是会受到大陆风控的影响 只是在手订单跟实时需求都还是不错的 上半年低延的订单 有没有机会让下半年更旺 这就是投资人最关心的了 惠特主攻的miniLED 主线记者是提醒的 品牌上导入的计划受景气的影响很大 目前公司在手的订单虽然还是很满 只是如果景气下滑的很快 先会影响miniLED的价格 接下来就可能冲击厂商扩产的意愿 是接下来的变数 传长我们选出来是过去一个月 靠布局新能源股价耿标的滑心 除了6号的法说会外 13号也会由董事长亲自主持的股东会登场 因为董事长不常出来 大家对董事长说景气的多空 还有接下来新的投资计划 会格外的关注 MDJ记者团队也会第一时间为各位掌握 另外也是听众有点明关心的自动化产业 指标股的上营跟大营为系统 也要召开法说了 市场关注的是自动化产业景气的变化 还有大陆疫情对整个市场会有多大的影响 另外两家成衣厂 股票代号4438的广越 8916的光龙也要出来开法说了 市场将厂商的共同点是在户外服饰的展望 主线记者师认为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客户的库存都处于低档 加上多数研究时预期 高通膨对于高单价的成衣影响是比较小的 今年两家厂商订单能见度都还蛮高 法述会的讯息应该可以正面期待 最后是台股的热门族群 选出来的第一个是跌身的MCU 主线记者师认为 国际ITM大厂转座车用公控这些领域 32位元订单转往台厂的趋势是持续的 除了领长的新唐32位元占比最高 受惠最大之外 股票代号6202的盛群 目前占比大概15%左右 之后也会慢慢的跌高 也是可以留意 过去一周少数成交量来到近三周 高点的是造纸这个族群 四五月之后就会逐步进入旺季了 最近的涨势是反映市场对于涨价的预期 不过主线记者师认为 就成本转价的能力来看 滑指最明确 四月的报价已经调涨了5-7% 五六月都还有机会再涨 不过其他同业像是震聋 永风雨都还在观望 以上就是这周的DJ有事吗 希望对大家的投资有帮助 还要提醒一下 这周开始的产业大小事 我们团队都精心的分为上级跟下级 让大家一次听个过瘾 这周二更新的电动车的黑科技呢 对我这个平常不常开车的人来说 都还蛮感兴趣的 下周还会有更多的投资方向点评 千万不要错过 下周见咯 拜拜